虽然说不允许谈恋爱 对吧 对 但是还是有情感的表达方式 有 很单纯的 你刚才说西红柿 半西红柿是一种 还有什么吗 我们就给女生配对 谁谁谁跟谁 反正给我配了一个 配完以后 大家就开始起哄 我就知道了 但是在不对 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 然后从此以后 我就跟这个男生再也不说话了 好残忍 然后当年给我们配对的那男生 都是十四五岁 你想想都有那个年轻人 谁喜欢 他也不跟我说话 我也不跟他说话 然后我们唯一一次 排了一个公务 是双人舞 就是女生爸爸 有这么一个动作 男生就爸爸 把手放在后头 唯一把我们俩 就是相遇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爸爸 就是那男生在 我就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要抖 我明白了 是给我们配对的那个男生 那感觉多美好 你刚才说您当兵是四年 对 您是八年 您是 十几年 十几年 十二三年 十五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因为我 其实我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你 对 真的是 小时候 他不爱说话 所以直到十八岁之前 是不说话的 然后部队给我带来的特别大的 就是在我性格上 给我很大的改变 因为我不去跟别人去交流 实际上也是不礼貌 也是不能自我成长的一种 这种性格不好 我当时就意识到 所以我觉得在部队里面 这块给我的教育给你影响特别大 我虽然当兵时间不长 但是对我以后的成长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时候我得了圣炎 我结婚以后 到了四个月 就感觉自己就是脸浮肿了 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说你的尿液里面有血球 有脓球还有蛋白 最好是终止怀孕 但是我就想既然这个小生命 我已经孕育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要搏一搏 因为医生说是60%的可能 不能生孩子 那我还有40%的可能 我能把他生下来 后来硬是咬着牙 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心 把孩子生下来了 您的收获是什么 我的收获就是 因为我们从小 就是从全国各地招来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姐妹琴 真的是很感恩部队的 这八年生活吧 大家20年不见 30年不见 大家聚在一起 哎呀 你原来是怎么样 什么样 哎呀 你原来是什么样 大家在一起亲得不得了 对 然后把以前的事情 又说在一起 真的 这句话特别开心 太好了 就哪怕当年 谁谁谁有什么 经常互相揭秘 所以那段生活的印记 对于你们来说 是此生最难忘 对 今天的心愿 是你们三个人的心愿 还是谁的心愿 他们委托我 也是我特别大的一个 幸福的 那你把它说出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中国医学科学院 肿瘤医院的 志愿服务队 筹集一笔公益基金 来 说出这个心愿吧 除了医生以外 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的 医疗的去诊治 那其实很多时间 确实需要 我们这些义工 他们不计报酬地 来服务于这个社会 服务于更多的患者 帮助他们 要重新实惠 这个健康的信心 真的都是需要 我们社会 爱心人士的捐助 这样的话 义工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专业 真的是将来 我们都会感受到 这支队伍 给我们这个和谐社会 带来的作用 来 五位企业家们 你们打算 怎么处理这个心愿 因为你有过这样的 就是军人的这样的经历 那么你的社会责任感 可能它在不知不觉中 赋予你 所以我愿意 助力你的这样的 公益梦想 我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凤凰古城的 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 我们可以通过 办展的很多的形式 能够来帮助你们 筹集这样的资金 也能够唤醒更多的人 呼吁更多的人 一起参与到各种各样的 公益的志愿的服务 谢谢 看到三位我特别感慨 你们脱下军装了之后 依然还在 城市公益的事业 所以说我想代表 六人游定制旅行 去支持你们的公益事业 你们曾经是最可爱的人 现在依然在做公益 成为我们最可爱 最尊重的人 谢谢你们 谢谢 从事辅导事业的人 你的生命力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现在你们还能够 把这份热情投入到 这公益事业之中去 所以我们明朗文化呢 第一愿意在资金上面 给予你们支持 其次呢 我们是一家专业的 公安活动公司 我们有可以效劳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未来 能够帮助到你们 你们团结友爱 勇于担当的精神呢 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回到 长存康达医院之后啊 一定会动员我们的 医护工作人员 让他们尽量呢 最快地加入你们的团队 为有需要的人呢 和你们一起呢 去并肩去服务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生活呢 越来越加美好 谢谢 谢谢